問題嗎?你有搞清楚邱泰山的立場嗎?沒有嘛,整個立場就聽起來像是這個小叮噹時間暫停器,時間暫停,主席時間暫停,不要浪費我的時間,時間暫停,到底這場職訊發生什麼事喔?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羅志強就問了邱泰山一些問題,可是邱泰山試圖,試圖否認,說我沒有,我沒有這樣說,可是羅志強就要求主席時間暫停,他說我還沒問問題, 你一直插話幹嘛,那奇怪,你質詢不問問題,那你到底要質詢什麼,對不對?你自己都說自己沒問問題了,那問題就是你為什麼不問問題,這才是問題嘛,好,繼續,主席,我要教他一下憲法,就羅志強跟主席說,要教邱泰山憲法,程序問題,憲法這首條文,第二條,第三條,後段是什麼,你告訴我,是官員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的義務,沒有說你可以插話,可是邱泰山其實坦白講, 他對於憲法,對於法律也非常非常了解,對不對?邱泰山直接就說了,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八條,詢答是疾問疾答,你問了就要給我時間回答嘛,所以邱泰山也在距離一針,可是沒辦法,兩個人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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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邱泰山表示,可以給我三分之一的時間回答嗎?高金素美說,好,邱主委,我給你一分鐘就回答你想要回答的問題,當邱泰山要回答的時候呢,民進黨籍的立委王美慧直接就說,問問題都走掉了,你回答什麼東西啊?所以瑞德哥,難怪,難怪沈富雄,沈大佬說,現在國民黨像是有52條腿的大頭無腦章魚 對,沒錯,那麼羅志強的這一個質詢啊,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間暫停,對,沒錯,那他就是時間暫停,大家都時間暫停,給你的最大的一個,等於說感覺啊,跟印象就是這樣 至於其他的人,不知道,他到底要問些,大家說什麼,都不重要,對,那麼邱泰山並沒有講錯,根據立法院的這個質詢行事法裡面規定,質詢就是即問即答 對,你如果羅志強有本事的話,問倒邱泰山,那算是你很厲害 沒錯 那問題就在這個地方,他說你不要插嘴,憲法規定,立法委員就可以質詢這個,等於說政府官員,沒有錯啊 但憲法裡面沒有規定立法委員質詢政府官員的時候,官員不能插嘴回答,沒有這個規定啊 即問即答吧 那麼他就顯現一個就很簡單,他之前還拿一個這個相關的說不能插嘴有沒有,那是你不能插嘴是你講的 那麼至於官員要不要回答,那是官員的選擇,那麼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可以發現他就是要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他不需要你這個回答,變成這個樣子嘛,那你幹嘛質詢啊 我講坦白,你就個人秀就好,你五分鐘三分鐘就大家講嘛,對不對 更好笑的是,人家要回答的時候,對不對,不容易說一說他走了 所以後來為什麼民進黨立委也跟邱泰山講說,人家就走了,你不要插嘴啦,你不要說了就對了 你不尊重,你這個立法委員不尊重官員,官員當然不需要尊重你 你知道為什麼羅志強不讓邱泰山回答 這樣抖音不好講 問題在這個地方,抖音不好加工 如果這樣的話,你明講嘛,對不對 你明講說,未來三分鐘請不要插嘴喔 我要撿抖音喔,上傳抖音喔 你這樣不好撿,你知道嗎 後來你三分鐘,拜託,不要插嘴 我就五分鐘,不要插嘴這樣子 那你就明講就好嗎 明講,你五分鐘講完了嗎 那另外三分鐘給我,對不對 那你不要撿進去 不是這個樣子的嘛,你是來當立法委員的嘛 我不管你們這些人到底是不是要撿成短影音 這個我不管,也就是說大家彼此尊重 大家瞧瞧,拜託,我告訴你這不是上對下耶 對啊 中華民國憲法哪一條上面規定是上對下 沒有嘛,立法委員上對下 立法委員是人民選出來的啊 所以他就上對下,對這種官員就這樣 男民最大,那我就告訴你王定宇立法委 你們才立法委員國民黨看到我都要半蹲加工 沒錯,為什麼,因為我最大 對半蹲啊,當然,上對下,開玩笑 我叫你老婆來,你就告訴你,我跟你講 你敢叫我老婆來,再次重生 老婆跟老公才是上對下 沒有,比較回事啦 大家平息的,在我太太沒出現之前 大家一定平等,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嘛,沒有這回事嘛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荒腔走路 聽說童志強在其他委員會沒有那麼激動 對不對,在選完,我們就說一定 這個會期的立法院一定是馬戲團建立 那間動物園嘛,你看大家都拚命 我跟你講,現在壓力最大的民眾黨 民眾黨,黃國昌消失了 本來他們誤以為自己太離譜了 喊一喊,幹嘛喊一喊,就他們天下 你沒有發現這幾天都沒有他們的天下 你知道嗎,全部被取而代之嘛 那我覺得羅志強跟王洪威他們壓力也很大 為什麼,因為翁曉林站了很多板面 不要說,你要知道 今天不是羅志強而已,王洪威也有 王洪威就問那個衛樂園部長說 那個掌那個相關的掛號會 要你收回整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也是一直講,好幾分鐘一直講 對吧,不讓他回答 不讓他為舞蹈回答吧 同樣的一個道理 大家都想搶板面 大家都要搶板線表現 如果大...而且現在是有同步直播的嘛 對不對,所以如果一個媒體都沒有 你看他們會不會罵得那麼兇 罵得那麼有興趣嘛 不過這不是好事啦 為什麼,因為一直一直這樣表演了以後呢 我跟你講喔,我跟你講喔 現在國民黨的新科立委都已經表現成這樣了對不對 我問你,民眾黨怎麼辦 他要搬回一城啊,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加碼,越鹹,越重鹹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到後來我們的整個立法院 全部變成章魚院 所以我們重計喔 我今天不該討論羅志強的 他就是要我們討論 對啊,我們討論羅志強 他就是要討論 我重計啊 然後呢,直播 直播就有流量 有流量就要動內 是這樣子吧 范世平鄭教授 鄭教授范世平 欸,范老師,我覺得這真的很糗 第一件事情喔 翁曉玲怎麼年19921994都搞錯 1994年修憲 不是1992年,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當時已經有在跑新聞了 就已經昨天就紛紛打電話給我 提醒我一個基本事實 叫我來講 今天剛好有人把他寫出來 當時就討論過二輪投票 當時討論過二輪投票就被否決 因為台灣搞不起二輪投票嘛 你搞一輪就已經要 這個大家這個社會已經失裂成這樣 你搞二輪投票 當時就否決了 所以採用票多的贏 票少的輸 也就是相對多數學的條文嘛 第三件還有提醒我 翁曉玲講的所有 國外採取二輪投票的國家 在他們憲法中明定是二輪投票 就你二輪要講清楚嘛 那你如果說相對多數學 你可以解釋為二輪投票 那我可不可以解釋為二十輪投票 投二十輪 最加總 最多那個也可以嘛 所以翁曉玲 我真的懷疑他的博師論文是用雞腿換來的 首先還是要先講一下羅志強啦 羅志強 我先講一下我 邱太三好朋友 我要送他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綠掛式咖啡包 綠掛式 還有就是熱水壺 以後如果羅志強要開始要叫這個邱太三上台質詢的時候 邱太三就先把咖啡包打開 把這個杯子放裡面 然後開始沖咖啡 慢慢等他講完再回答 對不對 時間多得很嘛 請問一下 立法院可以禁止官員上台泡咖啡嗎 沒關係吧 拿著水沖 羅志強 講啊 我不理你嘛 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可以吧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今天是質詢 你不讓官員講話 那你自己一個人講就好了 你自己 你自己一個人唱獨角戲 你就發表專題演講 對 那我今天 我今天是邱太三我要不要拋咖啡要不要上廁所 我可以浪費生命 你在那邊替你在那邊熊熊大講 沒有必要嘛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他用這種 我常講啊 這叫做理不值但氣很正 所以我覺得邱太三是當過法務部部長 他是法學博士 他口才口若懸和 所以我覺得今天羅志強要用這種方式去壓制邱太三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看起來很糟糕啦 而且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意義嘛 那你今天就是要有打有變嘛 就像你不要亂賽 如果你都不讓對方球 我一個人講話那變演講比賽啦 對 第二個就是說 好還是要講翁曉玲 然後不要破壞我跟翁副教授的關係 我們還是在學術上 還是要維持我們一貫的友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他今天最麻煩的地方是 我跟你講出錯沒有關係 但是要認錯 對 我覺得你這樣子死鴨子嘴硬 還在那邊硬拗 還在那邊硬掰 要買我的書 對 要講買書 我也可以推銷我的書 小弟我今年剛剛出版韓文版的書 韓國的朋友到各書店去買 韓國的朋友 下面有我的中文名字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翁曉玲這個 這個你今天作為一個教授 你出了錯 我覺得真的好好的誠心的跟大家道歉 對 硬拗只是會讓大家覺得 我覺得這裡很多 我自己在學界 我是覺得很多學界的朋友 真的在我們所謂的酸牛角尖 對 所以你今天你明明就 明明就隱喻錯誤 然後還拿民國三十六年 民國三十六年 我們那個選總統 不是人民只選 是國大代表 國大代表 間接選舉 所以那個時候有過半 跟我們現在人民只選是不一樣的概念 那時候總統只有蔣中正 那時候對 很多台灣人都以為總統就要蔣中正 沒有別人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真的覺得你隱喻失當 而且我覺得明明就錯了 就還不認錯 我覺得是一個不好的教育的一個 不好的一個模式 特別是你在清華大學 又是我們台灣國內非常好的學校 可是他講到通識 你的學校就有法律系 而且也有財經法律研究所 大家可以逼同學買書 不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 他真的讓我覺得 他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當然我覺得特別是 他的先生 是陳春生大法官 對 兩個都是馬英九愛將 2008年陳春生被馬英九 提名為大法官 對 這個翁曉靈被提名為NCC委員 兩個都在馬英九愛將 你都是做大官 可是你也可以問一下你先生 到底我的說法對不對 我相信他先生也應該會 我們不要講藍綠 對不對 就從法學來講 我們剛剛講過 憲法 這個叫法未接原則 就是念法學序論都知道的 不用念 法律違反憲法 我電機系都搞得懂 我電機系都知道 你通事應該有修 不用搞到法律系 應該也說法學序論 所以說這是最根本的 憲法 法律違反憲法 一定是無效 同樣的行政命令違反憲法 也是無效 最根本的ABC 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我真的非常懷疑 他怎麼去交憲法